接著要來看校園內的消息 這是凱旋國小慶祝建校50周年 校方特別舉辦了一系列的慶祝活動 今天登場的是千人植樹 以及樂活童玩的體驗 接著4月23號 也將要舉辦全校遶境的活動 5月1號要登場的是校慶大會 歡迎歷屆校友回娘家 一同來見證凱旋國小的成長 慶祝凱旋國小建校50周年 校方特別以環保健康創新為主軸 規劃一系列的慶祝活動 這邊登場的是千人植樹 還有董立湯以及樂活童玩的體驗 讓師生還有家長一起重溫古早味 舞動凱旋實在精彩 興奉凱旋國小50周年校慶 學校結合了家長 校友 社區 學校的共識 我們以環保 健康 創新 以及感恩為主題 規劃了一系列多元豐富的活動 那3月12日 我們結合植樹節 辦理了千人植樹的活動 另外讓小朋友 讓家長也能夠回味古早味 我們也規劃了 童玩體驗 飽咪香的一個活動 讓大朋友 小朋友都能夠回味古早味 此外 校方今天有特別安排第二屆校友 為學弟妹們來訴說 凱旋國小的發展嚴格以及變遷 那此外 我們也做了全校師生的一個空拍活動 那預計在4月1日 有一項聯合 跟凱旋國中的聯合音樂會 4月23日 有一項感恩采接 繞境之旅 感謝我們地方 欣福宮 敬福廟 以及正安廟 神靈隊學校的一個庇佑 5月1日有盛大的一個慶祝活動 那包含表揚 表演 以及 我們的靜態成果展示 還有熱鬧滾滾的園遊會 我們歡迎校友 回娘家 大家到腦節 那共同創造屬於我們的凱旋時代 除了今天的活動之外 校方也將在4月23日 要舉辦全校遶境的活動 5月1日則是會辦理校慶大費 歡迎歷屆的校友 回娘家 一起來見證凱旋國小的成長 還有茁壯 一文新聞記者 賴子欣才能報導 先不要拿起來 那個帽子都